所以你們如果要參考的話 其實直接等於是我剛剛做的東西 本來是用Request資料抓下來 不過以後建議你一定要去改 改成別的東西 因為這個Pi2.5其實還算簡單 你可以找別人練習 如果你其他改都改得出來的話 Run也都沒有問題 那真的你是懂了 這個範例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從網路上撈資料 然後撈完資料之後 你要把它切割之後 不是只有Printer 要把它放到資料庫 為了放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我們加一個建立資料庫 建立資料表 建立資料表是在這裡 那中間我是多一個Drop Table 因為如果你要更新 一定要先把舊的Drop掉 OK 然後再來Insert Into 這邊的話 最難的就在這裡 光這些東西 而且如果要多一個欄位 那為什麼會多一個欄位 因為要配合Excute Many 因為Many它有五個欄 你就全部五個欄 那就是把資料 再把它寫進去之後 最後把它查出來 我們如果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因為剛剛Insert Into 這邊是用什麼 不是用Excute Many 而是一個在回圈裡面呢 當我把它切割一個資料之後 再把資料分別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再換下一個 直到最後一筆為止 那可是問題 這個程式第一個不好寫 第二個的話 比較沒有效率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有效率的方式 你可以把它改成Excute Many Excute Many的話 我們怎麼改 一樣啦 我是建議這樣啦 就是剛剛這個版本 按複製之後的話 把它貼上 那這邊DB2好了 也許多一個版本好了 然後 舊的版本把它留下來吧 不然到時候你改完之後 新的就不見了那就麻煩了 OK 舊的不見了 那你要回頭就回不去了 所以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拿這個直接來改 那哪個地方要改呢 基本上呢 第一個一定要把這個把它註解掉 因為我們不是要一筆一筆一色 對不對 那第二個的話 Commit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是寫一個 Excute一個 Commit一個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是整批次的 所以請你把它按 Shift加Table 就是到它的上一階 意思說我是當這個回軒跑完之後 才一次幫我怎麼樣 Excute Many 這個有印象嗎 如果沒印象的話 你可以查一下三個禮拜的東西 其實它還在 Excute Many 裡面的話 其實是Insert into 有沒有 五個欄位就五個問號 後面塞一個List3就可以了 還用印象嗎 反正這個 還用印象嗎 寫的方法就是這樣 1 我把這個註解掉 2 把它這個改成Excute Many 但是要往前減少縮排 再來 再來就是說 在for回軒上面 先建一個空的List3 空的一個List 然後呢 在這邊的話 當List2產生之後 切完放進去 再利用List3 怎麼樣 在那個串列裡面 再串 串列 所以Append這裡面的話 Upture 就是把List2 怎麼樣 放進來 然後呢 就是 Excute 這邊的話 就是 痘點 痘點 這邊後面 一定要放 後面就是放List3 就對了 前面的語法 就是 Insert into 哪一個table 其實就是剛剛這一串 Insert into 這個 但是不用欄位名稱 就是這一串 Values 我先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所以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Insert into 不用欄位名稱 但是空白要留著 Insert into 這個欄位 這個table Values 後面的話呢 就給它什麼呢 五個欄位 就五個問號 中間加痘點 後面加刮弧 再加雙引號結束 完成 OK 應該可以看得懂 所以 以後要改 至少你要會 改得出來 當然也不用改 以後乾脆你就忘記前面那個好了 OK 這樣會比較簡單吧 不過我覺得那都是訓練 因為說真的 以前我們就是 每個方法都要會 但是卡最久的其實就剛剛那個方法了 我們做完之後呢 我是建議 無論你再怎麼有把握 也盡量怎麼樣 先不要一次就execue它 我建議 一定是怎麼 先把它註解掉 在這邊先print 怎麼呢 先把那個 最後的那個list3先print出來好了 確定list3裡面是OK的 然後再做後面我覺得會比較保險 其實即便我是覺得即便你再有把握 你還是先這樣子 OK 按不就辦 因為你會出現bug 都是因為你太有把握了 你以為你都知道 但是其實你就忽略了一個部分 我最重要就是print出來 假設list3是 就是一個串列裡面串一個串列的話 那應該就沒問題 一個串列 裡面串一個串列 也麻豆點換下一個串列 裡面的這個資料有沒有問題 好像也都沒問題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保險了 建議啦 就是如果你保險之後 你在執行下面的程式 就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不然的話 我發現同學就一直跳紅色字 一直錯一直錯一直錯 OK 反正你對就一直對一直對 真的是這樣我覺得啦 而且真的不要一直 就是一直試吧 因為你在往前推敲啦 我是覺得寫程式這樣啦 如果你方法流程都對 真的結果也是會是對的 但如果你是中間有跳過 或者是忽略 或者是不熟 或者是懂非懂某部分的話 那你程式就有可能 就是那個地方一直會出錯 OK 所以我們這方OK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把這一行註解掉 那不用了 再來的話就是 把他們怎樣 exqueue掉 exqueue 然後commit 最後再把資料呢 幫我把它查出來 其實後面都一樣 只有改這個 exqueue menu 把註解料 放前面 exqueue menu這些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那基本上 因為也是drop table 所以它會重新再跑一次 如果正確的話 應該就會重新再抓一次資料 重新再exque menu 感覺好像比較快 OK 好像 不知道是真的 OK 那這樣的話呢 資料就全部讀出來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用c sv 把這個結果做 所以 exque menu部分的話 那我就會把剛剛的程式 修改完之後 因為其實只有改這一段 所以我就把這一段 Ctrl C 然後呢 Ctrl V 貼到這邊來 那請各位自己再去 就是參考一下 然後再去做修改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是 要再往前推進 就是那個什麼呢 Json的部分 那Json其實你可以發現 就跟其實我們 上個禮拜那個還蠻像的 因為他有大瓜糊 更正一下 因為他有中瓜糊 所以呢 你擷取資料的話 記得用那個EVO EVAL EVO這個方法 那如果你今天 特別注意 有些資料來 是沒有中瓜糊 沒有中瓜糊 那你就要用 Json的那個模組 Json模組裡面 有個方法 要點LOS 你就只是改那個部分而已 其他都一樣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去找其他的Json 一定有外面沒有中瓜糊的資料 你可以自己再找找看 那個方法就會 不能用EVO來做 用EVO就沒辦法解析 自己再找找看 因為太多了 反正這些東西 差不多是這樣的方法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 就是我剛剛講這部分先做完 畫面先還給各位 把Insert into Execute部分 改成Execute Many OK 所以以後乾脆啦 那你不然就乾脆 你就至少 Execute Many 一定要記手 然後多演練嘛 以後就用這一招 就可以 用的用具大概也都這樣吧 你會發現我們之前 上課到現在 其實資料庫部分 大概就也差不多 就是Insert into Select 那頂多是加一個 就是Update Delete 那資料庫的操作就是Drop Table 跟Create Table 大概就是這些語法 那至於Sequel的語法裡面 還有很多 你要統計分析的話 其實都還有啦 不過可能就是延伸性列息 自己花時間啦 當然有些東西是真的師傅領進門 其實修行真的在個人 因為如果你願意花時間的話 你就會把Sequel的東西 像做一些關鍵字 像什麼全文檢索啦 關鍵字就用like就好 會有哪個欄位 like什麼條件 前後加百分比 他就幫你把裡面有那個關鍵字的 通通找出來 比如說文章放進去 那你要找什麼 找某個關鍵字 就蔡英文 他就把那個文章裡面有蔡英文的 全部都幫你把它抓出來 可以啊 本來就可以啊 沒有沒有 他就是select所有欄位 from哪個table 然後會後面加哪個欄位 比如說那個欄位是文章 文章裡面like 用like不能用等於 like like 然後就是哪個字串 前後用person 百分比 那個person是萬用字元 不管開頭是什麼 不管結束是什麼 只要中間有什麼 有你要的那個字就可以了 那個字或詞啊 對 對對對 那一串 其實就是一口語法 以前用的蠻多的啊 如果要查資料的話 還有什麼group 還有那個就是排序 群組排序 還有統計分析 其實也都可以啊 很像like 可以 like是自串的比對啦 OK 反正這些東西啊 就是活用啊 盡量活用在工作裡面 應該可以達到很大的效益 谢谢大家